你知道中国过去皇上都穿不上 要中国古代要有秋裤 那肯定第一波全是给皇上穿 是吧 穿上多舒服啊 那时候人都是穿布料 是吧 布料它不贴身啊 我们今天穿羊绒的羊毛的 这些在过去啊 即便有的都比较扎 你知道我小时候这毛线啊 都比较扎 那毛衣不敢贴着身穿 那里头得穿一个比较厚的衬衣 现在这毛衣呢 都特别舒服 它可以光着膀子穿啊 啥事没有 那么这个各地啊 各地这种郁寒呢 你比如东北 东北的这郁寒呢 就是你比如这鞋啊 冬天这鞋在东北 绝对把脚丫子动下去啊 这个鞋子外的 在穿一大毡子做的鞋 就有一种草啊 东北有三宝吗 人身貂皮污了草 这污了草啊 保暖性特好 跟头发似的 一团一团的 那么据说啊 他对真军啊 有极强的抑制作用 那就是说 他基本贴身 使用不会长脚气 据说这个污了 这词啊 是从满语过来的 是大皮靴的意思啊 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啊 就穿过这个污了草 就是穿那个普通的棉鞋 穿一大毡子鞋 那毡子鞋里塞满了污了草 多冷站在外头 你这脚都没事 如果你不穿这样的 乌拉草的这雾了靴啊 你那脚丫子根本就受不了 一般二十分钟以后就冬透了 那么 东北的取暖 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火墙 火炕 火炕到华北地区都有 这火墙啊 很有意思啊 东北那屋子有时进行巨热 就是那个火墙 火墙这么老厚 空心的 这烟道呢 是来回成这个 来回S状 一直把烟排出去 所以这火墙特别热 我刚到东北的时候 知道一个知识 后来也没法去印证了 是什么呢 事人告诉我啊 说这火墙上 绝对不能在使用期间 就火墙是热的时候 不能钉钉子 说一钉钉子就会炸了 那我们也没敢试过啊 这种火墙是东北一般的 民居中的一个取暖的保障 再有就是火炕 这火炕呢 你看东北的火炕啊 一家人就是 作为U字形 这种U字形的火炕 全家老少三代都住在上面 为什么都住在这里呢 节省能源啊 所以东北才有了那二人转吧 你想想这个 这一个U型的炕啊 全家人都坐在炕上啊 请俩人进来 给你连畅带比活的 所以它就形成了 二人转这样一种 艺术形式 东北的这个大炕啊 我见过特长的 能睡几十人的大炕 我们那时候不懂啊 一进屋大家都喜欢 往这炕头上睡 这炕头热啊 其实睡觉最舒服的是 炕中间这一段 两头都不行 另一头是比较凉 这头烧 炕头这一块 基本你睡不着 那太热了 热得你啊 这个 嘴干舌燥啊 尤其小伙子 小伙子睡凉炕 全凭着火力壮 所以小伙子火力壮 睡不了这热炕 东北啊 有各种怪啊 东北各种怪 其中有一怪 就叫媳妇错穿 这个公共鞋 就是因为一家的人都在这个 这一大炕上去过日子 猫冬 我住过这种炕啊 这种炕是我们有一年拉列 在东北黑龙江 在一个老乡家 就是这种幽形炕 所有的人都住在这炕上 晚上上厕所得出门 这屋里不能上厕所 这屋里什么都没有 上厕所上哪去 就出门在野地里 你知道这特冷的天出去啊 他不会得病 怎么不会得病呢 只要你身上没有汗 多冷你出去都不会得病 室外零下二三十度 你就穿一裤衩 直接出去撒泡尿 那时候年轻啊 尿滋的快 一泡出去赶紧回来 又钻被窝 没事 一点事没有 第二天该干嘛干嘛 绝对不会把你给冻病了 但你身上要有汗 一出去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东北的这些猫东呢 主要都是在这屋里啊 东北的这个娱乐活动 就是在冬天啊 这二人传就是这么形成的 因为大家都围着一个炕去生活嘛 所以请两个人在这底下啊 一通一通闹 一通表演 这事就成了 我第一次看见二人传呢 是1969年的 大概二三月份 看这知青 给我们演这革命二人传啊 跳一段舞 叫《我是娇阳君十六》啊 那女孩上海知青啊 在东北 上海知青的 那女孩还是挺软的啊 在那跳舞 当时印象深刻 那时候我才 我算算 我那时候是14岁啊 14岁开始 有感觉了啊 看那软软的那女孩 都有感觉了啊 这个后来呢 没等我这感觉消失 我就回北京了啊 我就回北京了 那北京 咱们先说说北京是怎么过冬 北京过去啊 秋天一来 享受几天秋高气爽以后 一到深秋 先买冬楚大白菜啊 冬楚大白菜一下来 各家各户就忙活一件事 叫装炉子 买烟囱 平房为主嘛 按风斗 风斗是防止你煤气中毒 这个靠煤炉取暖的日子 在北京至少有 坚持了有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 我们小时候 我看各家各户到冬天 都要生炉子 这生炉子啊 就有一个问题 特别容易产生煤气 这煤气一产生啊 就死人 所以每年冬天 北京市的这种悲剧都会发生 我想一想 很少有一年 说这一年 北京市冬天 没有人煤气中毒 那是不可能的 每年这冬天啊 死亡到底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敢胡说啊 但是肯定很多 我认识的人里 就有煤气中毒的 有的是没有死啊 我认识好几个朋友 都煤气中毒过 中毒的时候 先是头晕 有的人意识到了 煤气中毒 然后就往门口去 但是一起来就摔了 就往门口爬 说爬到门口说呢 门底有一缝 吹点氧气 把自己给救活了 这个装风斗啊 现在都 我估计年轻人都不明白这事 这装风斗就是在屋里呢 装成一个有斜坡 冲上去能够把屋里的 这个热气排出去的 这么一个口 你说这屋里好容易烧暖和了 你就给排出去 这不是浪费能源吗 对没办法 为了活命啊 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屋子 只要你装了煤炉取暖 你就一定要装风斗 要不然就非常的危险 那其实你说北方人 老说我这北方冬天太冷了 其实南方人比北方人更苦 南方那个阴冷啊 那个湿冷 北方人根本就不行 你知道啊 你知道啊 你看咱们国家啊 这个地缘广阔啊 南方人啊 普遍啊 平均 比北方人个儿小 你知道为什么个儿小吗 就是冬天给弄的 冬天这南方人全蜷缩着啊 自个儿就自个儿抱成一团 在被窝里睡觉 你看北方的暖和 他伸展 所以他个儿就长得大 一抱着这睡觉受不了啊 我原来睡觉不会抱着啊 我有一回上南方呢 就得抱着 不抱着一辈子都睡不热 这被窝里永远是凉的 对吧 我们今天说这凉怕什么呀 我今儿弄一个电热毯 不就行了吗 你知道 这电热毯过去是没有的 我觉得到了冬季最难挨的 这个地方是哪呢 我们国家大啊 我说得着说不着的地儿 你们多担待啊 湖北湖南两湖地区 江西 这个安徽 就这些地儿 江苏浙江 浙江还好点 巨浪 那种阴冷啊 还有四川 还有四川 四川 四川到了三月份都受不了 我在四川住过半个月 三月份 在那招待所里 把那招待所没人住 我把别人的屋里 被子 褥子全拿过来 搁在我那里堆着啊 堆成那被我山 自个儿端进去 这一宿也凉的 睡不热 那南方怎么取暖呢 烧炭 烧炭啊 有炭火盆啊 我还是觉得那烧炭很有意思啊 那东西好看啊 古人对这都有描述 那炭燃烧的时候 那种红色啊 那种暖暖的红 尤其在湿冷的冬天啊 就是让人内心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但烧炭有一个坏处 就是它生产煤气啊 所以南方的屋子都四处撒气漏风 所以它就不种煤气 如果你把这屋子堵盐了 你肯定种煤气啊 现在有很多人 这个自杀还用烧炭的方法 就是它用这种煤气 让你慢慢慢慢昏厥过去 无痛苦的死了 那么古人对这些都是有记载的啊 古人基本上冬天就是烧炭啊 你像那个这个开元天保仪式中呢 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西梁国呢 进炭百条啊 百条长这个齿鱼 就是有这么长的大炭 我们现在看的炭一般都这么着 这么粗嘛 它这么大大炭 炭是青色啊 坚硬如铁 那么这种炭呢 它点燃了以后 它是无焰而有光 这说的太有意思了 我们看火都是有火焰的 所谓的焰就是那个飘忽不定的 那叫火焰 它无焰只有光啊 那种暖光 它说每条可以烧十日 我觉得这事忒选了 我有点不太信 一个条能烧十日 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唐诗就是卖炭东了吧 写进中学课本 按照过去的解释呢 就是卖炭的老人这日子有多苦啊 最后靠卖炭换这点钱呢 这个却被宫廷里的人呢 给抢 抢买回去 这个半买半抢的回去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这个一个解释问题啊 我觉得这种解释不得成立 为什么 唐代社会也是个商品社会 哪个社会它也讲价值体现 如果我烧了炭啊 就被这么半抢半买的拿走 不够我的成本 第二年我就不来了 对不对 我最多第二年再来一年 第三年我就不来了 所以这种被宫廷买走的这种说法啊 强买走的说法呢 我觉得根本不成立 我们那句诗是怎么说的呢 半匹红销一丈陵 迹象牛头冲炭值 这句话过去在我们的课本里解释 都是说宫廷那个强买强卖的意思 其实不是 这就是它的价值 你想想 这个烧炭呢 是一个低等级的劳动 我们劳动中分各种等级 对吧 对 烧炭是低等级的 这个私质品呢 这是高等级的劳动 你用一车炭 换这一匹铃 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你总不能让它拿一车铃换 一块炭吧 这不合适 所以我们去读古诗的时候 还要本着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去看它 这个因为冬季烧炭取暖呢 就是宫廷中引发火灾就特多 你比如说我们比较近的记载啊 清代嘉庆二年 乾清宫呢 就因为这个炭火呢 引起了这个火灾 烧毁了宫殿 那时候呢 管烧炭的这个太监呢 还被判处了死刑 这刑判得够重 然后有二十多位这个护卫太监呢 都罚奉鞭打 就是一边罚你钱 一边你还得挨打 那么这是过去烧炭带来的这种灾难啊 当我想历史上因为烧炭 一样化碳中毒 就我们所说的煤气中毒这事 屡屡有所发生 就未必进入史极了 那么古人还有一些啊 就是我认为挺龌龊的一种方法 你比如人体取暖 你比如这个 开元天保仪式中还有记载 就是唐玄宗的弟弟啊 齐王李范 这个他呢怎么取暖呢 他就是冬天把自个儿冰凉的手啊 伸进这个侍窃的怀中取暖 这个美其名曰叫相机暖手 我认为啊 这不是去取暖啊 这谁这么取暖 那管什么用啊 他就是内心不健康 内心很不健康 你看还有这种记载啊 你看杨国忠啊 当时就是一出门就选这个 身形肥大的这个女的啊 走在前头给他挡风啊 叫遮风抗寒 称之为肉震 如果不是杨国忠智力有问题 就是这写书的人智力有问题啊 这人再胖 再壮 再占一排 他就是挡住了WiFi 他也挡不住这风啊 这不是胡扯吗 这风他会绕道走啊 所以这种古籍上的记载 你得自个儿去分析啊 那么古人用各种手段都会 使自己在寒冷的冬天 获得一丝丝温暖 你比如手炉啊 捧着手里 这个八十年代上南方冬天 还看着好多老人都这么捧着啊 你一去他说你捧会儿 你捧会儿 特别友好 我们说了半天啊 这猫忠君最后比较配合 你看见没有都过来了 这是马都督 那个是花飞飞 那个不用问 那是我们最著名的王情圣 我们最后要看看 你们想了半天的文物 先看这件吧 这是个宝贝 有什么宝贝呢 不用问 你们都很清楚了 这叫手炉 里头置于红炭 捧他手里非常暖和 这个手炉的分量很重 铜很厚 铜越厚 保暖性就越好 那么这手炉谁的呢 我知道谁的 你们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是谁用过的呢 因为底下写着呢 底下写得好清楚啊 写着六个大字 刻出来 大清 雍正年制 这件东西呢 雍正皇帝摸过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雍正皇上有一天啊 拿着这炉啊 一步小心 掉地上了 摔一坑 摔一坑 就瘪了 又有一次 发怒 葫芦地上了 又摔一坑 这瘪子更厉害 这瘪子这块呢 我本来想把它修起来 后来我想了想 我老说 历史就是历史 它有什么痕迹 你就让它留着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修不起来它 我告诉你 这地特容易修起来 铜的 红铜的 比较软 这个地方只要垫平它 从里头 背面一点一点的 不要试图一次把它敲过去 一点一点的垂机 用很轻的力量 一点一点垂机呢 它慢慢就能复原 复原以后会非常漂亮 那么 这个弧盖上的龙纹 这没数 我就凭感觉 就是九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 灵芝龙纹 这也是雍正时期的典型文士 这件东西啊 我买的时候 很便宜 有多便宜呢 就是很便宜 为什么说它很便宜呢 是因为呢 09年的时候啊 在一场拍卖会的时候 拍卖过一个 跟这一样 那品项还没这好呢 那拍的好贵啊 我要买这个 炉的价钱呢 是那个炉的两百分之一 哎呀 这事想了想 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两百分之一呢 对我来说呢 也没什么意义 日子过得太快 你看看 这是皇家取暖的一个手炉 跟民间取暖的东西呢 是有点差距的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 这件呢 岁数大的都认识啊 岁数小的人呢 一定不认识 不知道这东西干嘛的 这东西就是俗称为 暖婆子的 一个取暖器 过去啊 把它灌上热水 烧一壶热水灌进去 能灌多少水呢 这里能灌好多水 这水基本够洗一回澡的 你听 你老觉得我说话夸张 我告诉你 这点水真够洗一回澡的 你们现在洗澡太浪费水 这如果是注入开水的话 这东西能把人烫死 它过去注入热水以后呢 它得必须有一个棉的 口袋把它装起来 要不然它会非常的烫 猫对温度的变化 比狗敏感 猫特别怕冷 你别看它一身毛 你看它浑身不是毛 但特怕冷 你像我们的花蓉 这会儿没来 花蓉打长毛 它也怕冷 那王庆盛就更怕了 王庆盛是一短猫猫 这个狗的基因 跟猫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因为狗是从北方来的 一头来自北方的狼 猫哪来的 猫是南方 埃及 从非洲那边来的 所以它最初的基因 是从热带地区来的 就怕冷 你看猫有多怕冷 家里哪暖和 它上哪去 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人看电视 你电视上暖和吧 那电视都关了 那猫还趴在上面呢 那暖和 要不然就趴暖气上 是吧 你看这个 一到这会儿 天一冷了 这个流浪猫啊 没地去 流浪猫没地去 去哪呢 就去这个 发动机上啊 有的车 人家开车 回家 把车往门口一停 这车是热的 发动机那热能热很长时间 那猫就上去找个地儿一趴 所以以后啊 我们提示大家一句 就是家里有车的 发动车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着急 让车发动一会儿 再开车注意 一定要注意这些取暖的猫 我们 这个注意一下猫啊 这屋里是暖和 你看我穿的还算挺暖和的啊 你看这猫 很舒展 只要一冷 它就揣着 手揣着 这揣着有一专词词 叫农民揣 农民揣 你看我们那个 花肥肥的铜像 就是农民揣 你知道 农民这揣手 是特别有智慧的 我今儿是实在 这衣服太细 没法给你表演 我特别爱农民揣 过去在农村 揣一面袄 俩手一揣在里头 别提多暖和了 城里人不行 城里人智力有问题 城里人冬天 光了两条腿啊 这个洞子 哆了哆嗦的 还上街上去 西北风一刮 两刀手拧的 跟麻花似的 那城里人 都是智力有问题 所以这农民揣 是以简单的发明 行之有效 你看这猫啊 猫天一冷 来一农民揣 就渡过去了 可咱人不行 人为什么不行呢 很简单啊 咱人没毛啊 这肯定不行啊 天一冷 就得多穿啊 是吧 还得依靠这取暖设备 过去啊 这老人在屋里 一到冬季 穿一大棉袄 穿一棉裤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 现在呢 这屋子暖和 人就穿少了 现在北京市规定啊 我其他各地的规定 我不知道 北京市的规定 18度 是屋里的取暖标准 低于18度 你就可以跟这个 供暖打招呼了 说我这屋里不够温度了啊 这18度 在过去已经是非常暖和了 18度什么概念 你肯定棉裤穿不住了 过去冬季 这屋里有个10度8度 是很正常的 那么冬天的冷 能冷的什么样啊 咱们先说最冷的地儿啊 咱们从最冷的地儿 往暖和地儿说起 比如最冷的地儿啊 在内蒙古 呼伦贝尔的根河市 一年 一月份啊 一月是最冷的时候 平均气温呢 是零下30.9度 这个在08年前啊 09年的12月31日的凌晨呢 这个地方最冷的地方啊 测过零下58度的极端气温 零下58度 我都不敢想象是什么温度啊 这成为了中国啊 到目前为止能测到最冷的地方啊 这是冷极 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被打破啊 那么特别冷啊 这个东西会改变物性 我过去在东北就见过啊 一毛巾 你洗完了用完了 你只要往铁丝上一搭 一分钟以后 这毛巾就是硬的 跟一硬纸板似的 如果你拿手一折它 这毛巾就脆的 蹦蹦就折成两半 那毛巾就断成两截啊 如果说这毛巾是柔软的 你想把它撕成两截 没那么容易 可是那么冷的情况下 一折啪 这毛巾就变成两截 军用水壶啊 我们那时候冬季 这个行军训练啊 这个军用水壶是不能装满水的 装满水它就会冻死 只能装半壶水 还得往里对酒 你不对酒它就冻了 那么 它这种物性的改变啊 比如说萝卜 你们没见过那萝卜能冻成什么样 零下三十度以上的时候啊 这萝卜就冻成了一个玻璃球 我们那时候小啊 像恶作剧啊 就捡着这室外冻成的萝卜 往墙上扔 扔过去撞到墙上 就跟玻璃一样的 全部碎成渣子 这就是在极端低温下 悟性的一个改变 我们 我在东北啊 这个住过两年 那两年正好是跟 这个苏联 现在是俄国 当时中苏边境呢 有支包岛战争 那时候中苏的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当时呢 尽管岁数不大 还没成年呢 十五六岁 也天天跟成人一样啊 模拟行军 也站在低温下睡觉 说在低温下一定要睡着 你知道这个低温能睡觉 是一本事啊 我睡过的那个低温啊 最低的低温 就是毛巾往床底下一挂 这毛巾就是硬的 就动了 睡觉的时候得戴狗皮帽子 由于你呼出的这个热气啊 这狗皮帽子一圈 全部都是白霜 照样能睡得很香 在背窝里很暖和 我们那时候 练习行军的时候呢 这个教练就说啊 怎么能在低温下睡觉呢 第一 衣服一定要脱掉啊 不能穿着这个外衣 穿着外衣 你永远睡不暖和 必须要脱掉 脱掉以后呢 两个人一对一对的睡 一对一对的睡 你们现在觉得这事太可怕了 怎么睡呢 头冲脚 就是两个男孩子啊 我的头冲着对方的脚 这样才能抱紧 两个人头冲头 是没法睡觉的 因为有肩膀嘛 所以就会漏风 还会占地 所以两个人的铺盖呢 共用 一个铺 一个盖 衣服 打衣 全部盖在上头 两个人头冲脚啊 抱着去睡觉 我可告诉你们 那时候没有惯喜条件啊 是在野外 这脚走了一天以后啊 谁的脚都不是脚了啊 都是一个毒气蛋 那也能活下来 人在什么时候 说什么事啊 老人老说啊 人只有想不了的福 没有受不了的罪 你知道这东北啊 最冷的时候刮那大烟炮 什么叫大烟炮啊 就是因为东北的雪是不化的 在这个大风下啊 这个刮的 雪全带起来 三五米以外 就看不见路 很多人啊 就因为大烟炮 被冻死在室外 他为什么会冻死在室外呢 因为他认为 从我这儿到那儿 我这个路熟得不能再熟了 我天天走这么近的距离 我怎么会找不到那儿呢 你就找不到 你只要敢出去 你就非常可能冻死在外面 我们当年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嘛 就冻死了 我们小时候知道的事 你比如当时在内蒙古 有一个叫龙梅玉戎小姐妹 为了这个羊啊 羊被大风啊 冬天的这个白毛风给刮的 回不来了 所以就为了跟着这羊走 最后把脚都冻伤了 截肢啊 是吧 这个故事 这个后来还编过很多什么连环画啊 拍过电影啊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年月发生的事情啊 过去月冬啊 第一件事就是你穿暖和呗 我们啊一直在说这个雾后的变化 我们雾后真的是包括人 我们同样的温度啊 你春天和冬天这温度感觉是不一样的 比如18度 春天刚来的时候 哎呦这条真够暖和的 但冬天18度在屋里呢 他有人就觉得这屋不够暖和 我认为啊最好的室内温度就是 20 最多22度 这是最舒服的 很多人屋里是25度27度 我一到这个25度以上就燥热不安 过去我是不懂这事的 年轻跟岁数大完全感受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儿子就是 他老觉得这屋里不够暖和 其实我觉得这屋里已经很舒服了 他觉得不够暖和 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穿 我宁恨在屋子里啊 冬季穿一个这个毛衣啊 我也不愿意就穿一背心裤衩那么热着 对吧 你比如我们有一个这个穿衣标准啊 就是你穿不穿秋裤 表现你是不是小姿的一个标配啊 很多小姿情节的人都不愿意穿秋裤 比如啊我们现在啊 就说你穿不穿秋裤 就是你是否是小姿的一个标准 你不穿秋裤 就是你很小姿 你穿上秋裤 你就这个不小姿了 这个秋裤啊 我是特愿意穿啊 你先别小看这秋裤啊 我当然我穿这秋裤稍微讲究点 它比较贴身啊 你现在你看得见我穿过秋裤吗 我给你看看 能不能清晰让你们看 我这秋裤好贵的 这个 这个 谢谢大家